穿下班尼的茅夫失分可能都有球迷会猜得到 但是你说开季八场阿仙尼拿三张红牌 我相信都没有什么球迷会猜到 因为对上一次开季八场拿三张红牌的球队 已经要数到13个球季之前 而对上九个球季拿英超冠的球队 是没有一队拿超过两张红牌 如果要数到拿三张红牌夺冠的球队 就是2015-2016年的里斯特城 接着对上四季联赛拿冠军的曼城 都拿不超过两张红牌 而他失落联赛冠军那一届 就是他拿了两张红牌 而利物浦只拿到一张红牌 今集的兵工厂世界 会说回星期六阿仙尼输给班尼茅夫这场球 会说回红牌的判决 也会说回整场球的分析 以及我对亚迪达的换人各样东西的一些意见 好了 节目开始之前也提提大家了 如果还没订阅我这条汤米佬频道的话 就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like, share, comment 多些跟我聊聊天 好了 事不宜迟了 节目马上开始 至亚迪达执教亚仙奴以来 亚仙奴已经拿了18张红牌 同期是拿得最多红牌的球队 比第二位的爱华顿 足足拿多了五张 刚才的数据也说了 拿得多红牌的话 对增冠或拿冠军 数据来说就不太帅 对上九个球季拿冠军的球队 都只是拿了两张 就是不多过两张 但是唯独有少少数据 叫做好些 就是什么呢 阿仙奴对上三次拿冠冠军的球季 我们是拿多过三张红牌 而01、02那届 我们还拿够六张红牌 但是最后都拿到联冠冠军 叫做有唯一少少利好的消息 但是当然了 拿得多红牌 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 特别你看到我们近三场拿的红牌 我觉得也有一些 是不是叫做不划算呢 说真的我觉得有一些自己拿来 你不要理会是否球证的 判决不公道 因为有些五十五十的判决 他真的可以这样判 包括在曼城那场 托沙和迪琳瑞斯在拜一顿 踢走那场 这两个球证是有权给的 大家当然会觉得不公道 但是球例就是球例 另外就是今场球 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犯错 托沙的回传 令到Saliba需要用技术犯规 所以拿出一张红牌 这三张红牌都有些 自动申请的味道 可以这样说 令到我们在这三场球里 失了七分 八场联赛失了七分 而今场球作下 比判决范范夫更加伤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证实一下 其实在前瞻的时候 我都说了 今场球我们有点暗涌 虽然我们队上两季都能够 双杀 判决范范夫 因为今场球除了没有奥队之外 沙卡仔也因为国际赛有点伤 今场球不知能够出不出得 怎料最后真的连后备都没有 令到我们进攻的板斧非常弱 这就是这场球看到我们其中一个 板凳深度的短板 前瞻的时候 看看如果没有沙卡仔 看看史扎玲 看看耶稣仔 可不可以帮到手 很明显 史扎玲 因为这个红牌事件的时候 将他换手了 又不可以太怪他 但第一个三十分钟 即11个打11个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也不太多的攻势 其实没有奥队的时候 亚迪达已经很靠两翼的侧击 今场球也是 希望托沙 和史扎玲 和夏威斯在前面攻坚 中场出了三个偏防守的球员 迪勤怀斯 柏提 和美联劳 边商就是前面的一些创造力的不足 很多可以靠两边的翼锋 去提速用速度去撕破对手的防线 就是曾经见过 史扎玲 在右边的时候 有一些单对单 一个二的情况 但是也不说尋求太多空位去起角 唯一叫近磅点 就应该是 赶 美联劳的 一个禁射 但是就是柱边出界 那个已经是上半场 我觉得是较近磅的射门 但是当我们连 这把都被 红牌说了出场 我们一定要换走一个球员的时候 阿迪达就选择换了斯特林 换了基维奥 让我们的进攻就更加为之痰瘓了 变相就是 好像要一分为主 或者以手代攻 但是 布林尔夫当然不肯过来 最后我们就输二比零 我觉得这里 我都要说说我觉得 先说没有沙卡仔的影响 没有沙卡仔的影响 连相对地角球也有影响 这个也都要阿迪达去想 始终沙卡仔都不是铁人 就算他 短时间之内 复出回来 记者会之后都没有说沙卡仔 什么时候出回来 我也都没看过新闻 未来我们周中也要打欧联的赛事 之后回来乱赛 我们要打利物浦 要想一想我们进攻的板斧 会是怎样呢 因为现在我本身就是没有了奥迪加特 底下 阿迪特就很侧重了沙卡仔 发动攻势 所以 之前那几队冰冲冲冲世界都提着的 沙卡仔 一个入球一个助攻 不停在刷数据 有多少岁的球员以下 有多少个入球多少助攻 其实我们已经很侧靠沙卡仔的入球和助攻 特别是角球方面 你看到这一场球 我翻看了一次 不是完全翻足看了一场球 我印象之中应该有三个角球 最少三个角球 应该四个角球也是 就是在我们的右手边 就是我进攻的右手边 右边的角球 本来一向都是沙卡仔开的 沙卡仔开的就是一个内弯的角球 所以我们内弯角球就有几次的入球 但是 这场球的沙卡仔不在 迪琳怀斯开 他就开不了内弯角球 因为不合脚 他就开了一个叫外弯角球 但是我们外弯角球的成功的入球率 是偏低的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 今场球的角球 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威胁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球员可以开到内弯角球 或者 生卡仔开的内弯角球 大家看得多 你都明白的 是内弯连急转船路 远柱的位置 很多时候就是凭着这个内弯角球 我们可以坐进去 拿到这个角球入球 但是今场球 你就连生卡仔不在 连角球的攻势 都是弱化了 当然如果你说 就是在 左手边的话 那么 怀斯去开可能 会多一些 的机会入球 但是 刚好 今场球 几球角球啊 都是在 就是在 右手边 右手边的角球 那么 你就 就是 怀斯就不太弯脚 只能够开过外弯的角球 那么这里也影响了我们的进攻 那么这里就看到了 如果没有了 沙卡仔之外 角球的 战畅的变化 可能我们都要考虑一下 如果我们在另一边开个球的话 是不是 不如试一个短角球吧 然后才找人 错过的外弯 或者内弯 那么可能 角球变化 可能会再多一些 那么这里要等 连高祖华去想一想 因为不知道 沙卡仔 会伤多久 还有 也都要 再想一想 就是 就算他回复 那么今季里面 会不会沙卡仔 有机会 都 可能有 下不了场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可能 都要想一想 还有 在奥迪加特 仲是 双追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尝试 给阿皇踢下正选呢 他多一些的创造性 因为其实现在 我自己觉得 阿迪达的换人 我怎么觉得 有些问题呢 其实我 再看一场场播 我再去想 就是我当时做直播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想太多 那么当时 大家都是事后去检讨而已 马耳炮 还有阿迪达 也都说了 他都会想一下 自己的换人 有没有做错到 从而令到他下一次的换人 时候 可以做得再好一点 对上一次 巴黎顿那场 我都说了 莱斯 被罚走的时候 我都嫌他的换人速度慢 但是 这场球 为什么我觉得他换人 有问题呢 就是 他换了 史丁宁 然后就换入基维奥 基维奥 上季大家都知道 他打开的位置 是左閘的位置 但是今天他下场是打右中坚 左閘 右中坚 大家明明那个问题在哪里 你看到上半场的时候 斯文游不断爆他 其实基维奥是很吃力的 下半场呢 其实就到了 古华特 在他那边出了不少的球 当然啦 大家可以说是 Ben White 去防守啦 但是 他回传那脚球 当然啦 我再重启多次 他回传那只脚 都是左脚回传的 但是 不多不少 我觉得 始终的位置上 对他 他也是有影响的 大家可能不同意 但是我觉得他打开左闸 你现在叫他打右中坚呢 是会对他有影响 就是我自己的踢球也是 不合脚 不合位 你是会有少少 有少少生虫脚的味道 他不是用生虫脚去回传的 但是就是回传力度不足 让他输了那球的十二码 这个我觉得是 第一个换人 换机为奥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我觉得 是不是太早换人呢 虽然那时候 叫做上半场三十分钟啦 但是 我自己觉得 我们的防守的球员是足够的 就算我们少了十一排都好 因为我们前面有party 有怀思 加上美联劳 的某种数上美联劳 都可以踢一个防守的位置 其实我们防守球员是足够的 那我们不需要 是不是真的要换走史特宁呢 因为如果换走史特宁的话 其实我们进攻球员是完全不足够 那变相对方就更加放肆地 压住他来攻 你看到下半场 有看直播 我也有说的 我也跟大家说 上半场的班尼范尔夫 只是有四五个球员 在前线航 住离逼的 但是下半场一出来 你看到电视机画面 起码有六个 甚至乎你知道 前半场已经有七个球员 上来逼 不是寒处来逼 而是跑来逼 就是亚仙罗的球员 这就是因为知道 你前线的球员少了 反应的机会 你始终都是弱的 他们逼抢的时候 也放肆了一些 我觉得 如果我们 比如三个防守中场 比较深一点 其实是否可以留多个 即是进攻的球员在这儿 是否可以 即是0比0的时候 是否可以 打得进取一些呢 这样 是的 我觉得 是不是因为 那么怕会输球 或者会失分 就换了 甚至乎 就算你换机会 要换一个 进攻球员 是否可以 譬如卡拉斐奥 你移入了中间 即是换新增高 因为新增高可以在后面 帮忙做内收的 多一个中场球员 可以出波 其实他放的长短棍 其实在进攻方面 特别是前一季 甚至上一季的时候 你放他出来打后备 要改变战术的时候 新增高放的一些长短棍 其实都很有威胁的 我觉得 这里是我自己想 换人方面 即是回后他上了 是不是换 即是 不换机会奥会好些呢 这样 至于红摆那球球员 Saliba最后拉跌了 阿华尼迅的红牌 我相信大家都没什么争议 因为阿华尼迅真是 本尼玛夫的最后一个 攻击球员 Saliba也是最后一个 防守球员 所以你拉跌 球证给红牌都 非常合理 很多球迷都说 托沙的回传 就连累了Saliba 但如果真的要再追究的话 其实卡拉斐奥尼 给托沙的时候 其实也是医院球 因为托沙后面 也有个搬连茅夫 球员逼着他 所以托沙就逼于无奈 都 单单一个词 波上去自己的后场 但是 那个波也是医院球 两个医院球女士 不过背锅 那个就是 Saliba 但是我这里想说一点就是 那个位置 是不是需要拉跌艾华尼顺呢 其实我略嫌觉得 经验好一点的时候 希望Saliba可以吸收经验 其实那个位置我觉得已经是中圈 前一点 你比喻华尼顺 这个球员我说过 他一般的 射手 那你任由他 爆上前面 你再 压 压 压 你回追 我觉得还可以追 还有 你看到Ben White 都可以包起来 那你 去到 禁区 前一点的位置 你才是 你再 用技术犯规 你看看追不追到 甚至我觉得你追两步 你有机会 捉走我的球 还有他可能也带走我的球 甚至乎你真的 这个 最后一个犯规 其实我觉得 嫌太早了 你可以用技术犯规 你想 申请把红牌保住 0比0的 局势 我觉得 都可以 但是 那个位置 我觉得略嫌有点早 你 单对单 一定入的吗 是不是 我觉得 而且 那个位置 太 太早了 真的 我觉得 让他走多两三码 你才再考虑拉跌 他都未迟 这个 就略嫌有点早 这个是我对 Saliba 这个 可以做多好少少的 的一个 看法 当然 卡拉培奥尼的医远球 被 托沙托沙的医远球 被卡拉培奥尼的 这两个 这些医远球就没有了 没有好说的 因为 在对方 紧逼 前场逼抢的时候 人家就是逼你犯这些错 而我们就是犯了这些错 这个就是 希望多一些的中路 中场球员 回去帮忙 去拿球 托沙也是 因为 对方球员都知道 托沙是一个需要上脚的球员 所以他就紧逼迫身 不想让你上脚 你不上脚 那你就要弹走那球 弹走那球就出现这些 医远球 这些失误 相信 帮来马夫 整队球之前 都有一定的部署 当然啦 失球之前 也要先说一下 我们的失机 马天仔 救了一球失机 其实 半场的时候 如果要打反擊的話,就一定要在邊奧提速 托沙就一定不是我們提速那個,而且他真的要上腳 我當時就說換了托沙,就換馬天仔進來 其實當時有個直播體,就跟我說 應該換走美練奴,然後換馬天仔,就留著托沙 不知道誰是對的,但首先塞機的就是馬天仔 那球就像艾華離訊一樣,你給他單刀射,也未必射得中 馬天仔那球,你問我,我覺得射得可以再有些,其實他已經做完了 龍門撲倒的方向,我只會這樣說,撲中你也沒辦法 射都可以說是這樣射,但還是我們欠一個一級頂級 把握力非常之強的射手,即是你問我這些給哈蘭特,給Huriken 甚至乎,我說真的,給孫興文,這球都應該進了 當然啦,很難這樣去,他沒有如果 我現在這樣說,好像一定說對方一定進入 但我覺得,他買了天仔射球的時候,我自己 就一定沒有剛才我說的幾個球員的信心那麼大 當然最後也證明了他沒有進入 又反過來,如果在場那個是托沙的話,可能又進入了 這個就是沒有如果 這個就是,注定了我們這場球的失球 也看得到,其實我們的反向深度,好像又真的差一些 因為剛才說了,沒有沙卡仔底下的阿仙奴 其實整場球已經是唯一一個最絕佳的機會 我們已經找不到第二個可以再說的機會了 即是上半場尾蓮盧那一球,其實龍都不中的,對不對? 如果要硬說的話,真的要說老球 就是整場球,我們是除了輸紅牌打小過之外 其實我們的反向深度和反向力 都是我們一個問題 雖然,我開季前 即是看我們的陣容深度 其實我們的量沒有小度之餘 其實它的質量是真的提升了 你看到天巴的今季復出,真正打一季 然後有卡拉斐奧利,加上美年勞 三個球員 我們派對又沒有賣走 現在看到第八周年,還健健康康 加上耶穌仔又開季的時候又復出 你想到進攻能力各方面 再加上史萊寧 你真的很難猜得到阿仙奴現在 沒有奧迪加特,沒有沙卡仔的時候 你整個球員是不太懂得攻 沒有什麼攻勢 剛才我所說的,都是那句 我覺得應該要多給阿黃 直接給他試一下,試一下 試一下正選 不要相信大牌 當然我其實覺得美年勞做得好 因為馬天仔那一球 也是他交給馬天仔的 當然也是 班尼密尼夫球員的前場失誤 才令到美年勞可以拿到球 但起碼他有全球的視野 給到馬天仔 他自己也有一個射門 你問他整體表現 不差的 雖然有直播球迷覺得美年勞的表現差 但我想問一句 如果你說美年勞差的球迷 不如你告訴我 剛才我們那場球 有哪個球員表現得好 我沒有 我不覺得 全部水準以下 所以你不可以 以大家整隊球 今上天都打得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去抓美年勞 踢球差 因為他一個新加盟的學員 剛剛來到英超 他要踢下風球的時候 你還要他出賽表現 其實就不太公平 但是我覺得 都應該值得給一些機會 比如阿黃 他踢一踢聯賽做正選 特別是我們沒有奧迪加特 實際下 我們很需要一些創造性 我看不到 迪勤懷斯 有創造性 他可以30分距 但是他傳播的創造力 其實就是 不是太多 美年勞也未適應英超 未看得到 拍題更加是 我們太多拍位 各位都知道 硬叫硬馬的 正正路路的球 那些直塞 我和你都看到 那些球 他就懂得比 但是真的比穿比透 那些球 就只有奧迪加特 可以比 現在我們沒有這個人物 也沒有沙卡仔 的情況下 不如試一下阿黃 我覺得是一個解決方向 因為接下來 如果我再講下去 下一周聯賽 歐聯賽賽 不講 因為是另一種比賽 踢法可能也不一樣 下一場聯賽 因為剛剛 李物浦贏球 萬成贏球 現在 你說 爭5分 我們還可以爭 但是如果我們再輸多場 比李物浦 的話 其實 爭冠那個 拉他 就大了 今季大家一定是說 爭冠軍的 不是 不像其他球隊 打算爭前世的 我們真的有大致一點 是希望爭冠的 其實接下來的壓力也挺大 我們 要對著 李物浦 幸好我們叫主場 主場對李物浦 叫做有個主場優勢 但是你看到 今場球 即是李物浦 對車路士長球 你看到 他那個防守 即是 明天的 回顧 我可以告訴你 李物浦 今屆 令我 完全是 即不是跌眼鏡 是 我看完車路士長球 回來 那我可以告訴你 究竟 李物浦現在 那個踢法 是有什麼 難踢 我們對他們 對他踢的話 我告訴你 主場我們對著他們 沒有沙卡仔 沒有尤卡特 我想不到 我們有什麼方法 進入到 李物浦 明天回顧 我會再講講 所以這裡 要看阿迪達 在這個星期 想不想到方法 可以破局 特別是進攻方面 防守 如果你說沒有沙卡 我也不怕 因為我相信 如果新增高 出回來 如果天巴 再加上 Ben White 我覺得我們的 中堅人數 是足夠的 不用太擔心 我是反而擔心 只是擔心進攻 無論如何 這場球 我們都需要 吸取教訓 無論是 其實這場 托沙 阿迪達 整隊球隊 都要吸取 這場 輸球的教訓 第一 不要再輕易拿到 紅牌 始終我們 打少一個 現在英超 年代 球隊實力 太相近 如果打少一個 其實也挺難 第二 不要太保守 當然 阿迪達 或者球隊今季買人 好注重中後場的時候 中後場 口到口 當然是好 但是 到有一定的時候 其實 是不是都要放手一搏去攻呢 特別是我們對著 我覺得 潘連茅夫 在我眼中 雖然就算作客也好 我覺得 我們的實力 都是可以支上的 那會不會是 放膽一點 去搏一搏呢 是的 進攻會好些呢 我都相信 阿迪達 回去會反思 其實自己換人 甚至乎是 排陣 是不是太過保守呢 還是會 當然 可能有些我們不知道 可能只是 我想換新增高 進來而已 還是新增高剛剛好 可能操了半課 狀態非常不足 所以他也不放他下來 他對阿黃的信心 也不足 所以也沒有用阿黃 沒有讓他踢正選 他對美連盧的信心更足 等等 但是我相信 就是 球隊 阿迪達 一定會在這場球裡 可以重新吸收了一些教訓 那 今屆 就是 還是打八州聯賽 還有三十場聯賽去打 你說沒有機會嗎 我不是很相信 你說李物浦不會失分嗎 你會曼城不會失分嗎 你看到曼城 你看到 除了對 車路士那一場球沒有失球 之外 長一場也失球 還有好幾場球 都是先失球 我不怕 曼城不失分 我現在怕被淘汰了 下場我們會對他們 看看我們會提成怎樣 所有的事情 拿聯賽冠軍 還未這麼快決定 還有得爭 今集的冰工廠世界到這裏 下集回來再見 下集對利物浦的聯賽 我一定會做直播 大家記得留意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